加號有線電視為了推廣公用頻道 日前來到三峽區西東活動中心 為排舞班的播放媽媽們 舉辦手機拍照教學課程 同時介紹第三公用頻道 讓大家知道每天收看的電視頻道中 有一台公用頻道可以由自己投稿 在電視上播出自己的拍攝成果 有一天晚上我特意打開第三頻道 剛好是中普四班他們的結果 然後我看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以後如果我們班有一些成果發表 我覺得我可以幫他們錄 然後之後製作一個影片 然後幫他PO上去 大家拿起手機 跟著老師一起操作設定 今天老師教大家簡單的過渡取景 打開景色輔助線 將畫面分成九格 上面的四個點就是用來取景的焦點 或是主軸的參考位置 許多人打開後迫不及待拿起試拍 看看學習的成效 對著用拍照一般就是拍那個重點的點 但是經過你們的解讀之後 解讀之後知道那個什麼 那個天啊地啊還有那個怎麼講 抓的那個重點就會非常好 剛才那個小老師講的是 我完全都不知道的東西 耳後也許有機會 可以拍到很好的影片 教得很好 可是我可能要再加強 不是很厲害的 還有有線電視也向地方民眾表示 公眾頻道就類似網路上的臉書 或是YouTube 只要符合公益性 異文性 社交性等等 都可以向家可 提出申請 在電視上播放 而當天所舉辦的攝影課程 也是鼓勵民眾踴躍投稿 一起加入公眾頻道的直播行列 中 Stanford Stockholm 香港的那個 現在不到�獲 我的很快 從哪給我 我 這是 快 啬 這個 就是 說 西 ش